這次跟大家分享就是Titration的實驗 這個實驗在不同的考試制度裡都經常性地考 包括了香港DSE 國際IAL或IB都一樣會考到 並且是較麻煩的部分 不少的同學在計Mod數到Titration這個部分 都開始自我放飛了CAM 是否真的要去到自我放飛放棄那麼絕望呢 當然不是 不過平心而論的確它裡面的字非常之多 相對於其他題型來說 它用的字來解釋整個實驗的步驟 真是好多 不要說大家的Modalanguage不是英文 即使你的Modalanguage是英文也好 你都要看一次、兩次、三次 去追回不同的實驗步驟 每次看的時候你都很怕裡面的數字會拿錯來計算 那麼這個問題怎樣解決呢? 很簡單 熟習做實驗的步驟 但是這個問題呢 就不是你可以解決得到的 因為是學校老師安排的嘛 老師如果安排只是給你做一次半次的話 當然你就熟習不了 又或者好像近年那樣 Pandemic的關係 你根本就沒有機會入力去做實驗 那怎麼辦呢? 很簡單而已 你只要跟著我的指示 用一些簡單的圖去表示不同的實驗步驟 跟著圖去計算的話 你會發覺 我保證你 你只要做夠20次 畫夠20幅圖 你自自然就會發覺 不論不同的提形 除了 是說找出Execency之外 所有Tidration提形 都一樣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而今天我們就只是說Standardization 這種提形 一請大家看一看下面這條題目 這條題目就說25cm的Hydrograde Axis 大概對它變成250cm 當中就抽了25cm出來 去做Tidration Tidration的對象就是0.5m的Phoesum Hydroxia Solution 就用到Phenovony作為一個indicator blahblah 說了好會死多 他說24.30cm的Solution 就拿來Reach Endpoint 當然這個24.30cm就是Phoesum Hydroxia Solution 有些人可能會叫你去降低數字 讓你測得容易一點 但是這麼多數字都不知道什麼時候用 不如這樣吧 乖乖地我們看一次就夠了 怎樣看一次呢 看完就畫了一幅圖 每講一句就畫一句 他説25cm的Hydrograde Axis 我當它放了一個Connical Flask 其實那個Glasberry的身份 不是太重要 部份是重要的 我稍後會說清楚 這個不論是用Connical Flask 還是Beaker 沒什麼所謂 25cm Hydrograde Axis 他就說大率 到250 要準的 要準的話 當然就是要用到這個 Volumetric Flask 這裏的Mark就告訴你 他剛剛到達了250cm 而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把25cm的Hydrograde Axis 變成250cm 你要怎樣做 你要加水 我想問一下 在加水的過程裏 這個Hydrograde Axis的Mod數 有沒有變化 當然沒有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你喝一罐可樂 你鹽它甜 你混水下去 但你喝完整罐 我想問一下你 所吸入的糖分 所吸入的糖分 一不一樣呢 一模一樣 只是淡了 但是照樣子也是那麼肥的 OK 所以這裏是Mod不變的 Mod是不會變的 好了 他就說在這個250cm的Solution裏 他就抽了25cm的Diluted Solution出來 抽了25cm出來做什麼 做Titration 這裏是25cm的Hydrograde Axis 這個動作是抽的 我想問一個問題 很簡單 Sean現在銀包有250元 你抽了25元出來 我想問一下 錢有沒有少到 神經病人都知道有少到 250元裡面抽了25元出來就少了 所以這個Mod數有沒有變化 當然有變 Mod是變的 OK 接著這盒的Solution 就跟這個Protestum Hydroxide Solution做Titration 這個Protestum Hydroxide Solution的Concentration是0.5m OK Folume Neated是24.30cm 肚子就不用畫得很漂亮了 你看我畫的都不是漂亮 每個人都沒有所謂 你記錄清楚資訊就可以了 基本上所有Titration的題目 都是這樣做 由這裏開始做起 通常都是在這個位置做起 為什麼 因為Bret一半 不是全部的 一半 它都會齊了 它的Concentration 和Volume OK 即使不是它也好 不要緊 總之你看到 在圖上面 哪個部分是有兩組數據的話 你先處理它 然後就一步一步做下去 而順序上面 通常都是在這裏 幫你找到這裏 然後再抽上來 到最後這個部分 就可以計算到 Concentration Anyway我們先計算 這個Protestum Hydroxide Solution 它的Mode數 Mode Protestum Hydroxide 將會是24.30除1000 就乘回0.5M 好了 計算計算機 0.0243 再乘回0.5 就會是0.01215M OK 因為這個 Hydroxide Solution 和Protestum Hydroxide Ride的時候 是1比1 所以它們的Mode數 是相同的 你看到我會寫 Equation 即使再簡單 我都會寫 除非你百分之八肯定 自己深算 ModeRatial 是很清晰 又或者真的是1比1的情況 如果不是的話 我會很建議你 做Titration 的時候 所牽涉到的 Reaction 寫一條色 我見太多學生 太有信心 結果到最後 忘記了 真實的ModeRatial 結果就算錯了 OK 這裏我們順便寫 就是Mode Of HCl In Titration 我們可以把這組數字 0.01215 抄上去這個位置 0.01215 學校本書或者學校老師 可能會跟你說 這裏我們就可以計算 這個Solution的 Concentration 然後我們就會知道 在這個部分裏面 它做了Division 是帶了十分之一的 然後就透過了M1V1 M2V2來做計算 我就不流行這一套 我不流行這一套 為什麼 因為這一套 只是用Standization來做 其他體型的話 你用這種方法 可能就會迂回了 我計Titration的方法 就是由頭計模 計到尾 計到最後 所需要的部分 真的要轉Concentration 我才會轉 簡單講句 這裡先保持0.01215 先不要搞25cm 我現在要看的東西 就是我自己在圖上做了的 我看到在上個步驟裏面 在250cm 的Solution 我抽了25出來做Titration 而我找到 它的模式是0.01215 如果我想找回 這個Solution的模式 怎樣做 簡單的想法當然就是乘10 但是不是每次都是乘10 你要留意到底它本身的Volum 以及抽出來的Volum 是多少 我只要叫做仔細一點的話 可以這樣表達 Mode of hydrochloric acid in 250cm 的Solution OK 就將會是0.01215 然後 我會把它 除25 為什麼 除了25之後 我會知道一個 Cm cube的Solution 它的模式是多少 將它的數字 歸1 再乘250 我就知道250 Cm cube是多少 當然你concept真的很清 就直接乘10 沒有人阻礙你 是不是 我記得這裏是0.1215mol 好了 這裏的Mode數 0.1215mol 都給我處理好了 你再對上多一下去看看 我們上一個step做些什麼 是加水 加水的Mode變不變 你自己記錄下了是Mode不變的 也就是說這個Solution裏的Mode數 就是0.1215mol 有Mode數 有Volum的時候 想問一下 這個Solution的concentration 你能不能算到 當然能算到 好了 賣賣個尾 concentration of hydrochloric acid 就將會是0.1215mol 除了Volum 0.025mol 也就是25mol 按一下計算機 我們就將會得到了 4.86mol 或者4.86m 這個數字 OK 我相信剛才的例解 已經幫大家了解到 Titrature 題目 是可以怎樣做的 現在外面上面有另一條例題 請大家按停條影片 自己試一試 在對答案之前 如果覺得我這個影片有幫助的話 請like我這個影片 subscribe我頻道 按鈴鐺 這樣就不會收到任何短片 也可以追蹤我這個Instagram的帳戶 裏面主要做文字的sharing 和一些short quiz 想上我的full lesson的話 可以去到我的網站 drshorname.com 去到試堂資訊 選擇適合自己的試堂方法 直接聯絡我 就可以了 現在正式開始對答案了 這次他就說有10cm³的sulfric exit 他就大律到變成了100cm³ 這個是10cm³的h2SO4 大律到變成100cm³的話 當然就要用到一個100cm³的pholumetric flash OK 那過程當中你要怎樣做 你要加水 加水的mode數有沒有變 mode 就是不變的 加水的mode不變 現在在這個100cm³的solution裏面 他就說 抽了25cm³出來 來做Titrature 這裏就是25cm³大律了的h2SO4 接著對手是哪個 對手就是我們的Protesum Hydroxyl Solution KOH 它的concentration是0.5m 而用到的volume是30.10cm³ 去到最後就叫做calculate concentration molarity of sulfuric acid 首先第一件事情 當然就是先計算Protesum Hydroxyl Mode of KOH 將會是30.10 除1000cm然後乘回0.5 這樣就可以了 好 讀讀計算機了 0.0301 再乘回0.5 你就會計算到0.01505 好 記不記得先寫整個equation 不記得沒有問題的 你清楚知道mode ratio就可以了 H2SO4是大basic acid 所以Protesum Hydroxyl Solution需要兩份 出道來的sword是一份的 但水要是兩份 因為這邊有兩個h 和這邊有兩個oh 當我們知道了Protesum Hydroxyl Solution 是0.01505 這裏的mode ratio 是一個1比2的情況 Mode of H2SO4 Intitration 將會是0.01505 除2 除2的時候 就是7.525 乘10的 負3脂肪 那麼多mode 好了 再對回去 這裏就是7.525 乘10的 負3脂肪那麼多mode 對我們本身的實驗步驟 這裏是抽的 對吧 抽的mode變不變 mode當然就會變 我們本身是100 抽了25出來 現在25裏面有這個數 我們將它歸1 除25乘100 就找到這裏的mode數 又或者簡單說它乘4 好了 這裡就是mode of H2SO4 in 100 cm cube的solution 將會是7.525 乘10的負3 除25乘100 好了 讀到計算機 將這個數字乘4 就是0.0301mol 好了 我們再對上面的情況 這裡是0.0301mol 再對回前面這裡 它就說mode不變 即是這裡也是0.0301mol 你有mode數的時候 亦都有個volume 計算到這個受惑蠍的concentration 當然可以 讀計算機 H2SO4的concentration 將會是0.0301 除了 它本身的foolium 是10個cm cube 0.01 讀到計算機 除了0.01 concentration 就是3.01m 相信大家 在做完這兩條題目之後 都應該很理解到 Titration的題目 是要怎樣計算的 記住學到新東西之後 要應用 自己打開本書 打開一些練習 試一下做夠20題 可能不用20題 10題 15題 你就已經很純熟 知道Titration的題目 是怎樣做的 這次的sharing到這裏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